詞曲 李宗盛 金岳 黃沈老師來跟我們分享這個小時帕木課的世界 謝謝 大家好 十二十月 班牧克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跟我有些 正常我被連接到一起 因為我跟他有一些重疊 因為班牧克其實是大學生業界的女性 他順道念到大使摩甲的轉走 所以班牧克曾經在他得諾貝爾獎的前一年 他也到臺灣來 那時候應該也是蠻鐵出版社交發展 然後來的時候 就是連續三天到四天的活動 我那時候也很 可能就是因為 我也念建築也寫小說 所以很榮幸的就連續三天都有看到他 那三天跟他碰面的經驗其實還蠻有趣的 我也不知道稍微講 連續一段跟班牧克相會的音樂 那時候他還沒有得 不過那時候他已經有呼聲已經蠻高的 大家已經在談那時候 他有可能會得到貝爾獎 那次他來好像是 好像是他去 他從香港轉過來 然後轉過來我記得 就連續三個晚上我碰到他 第一、第二個晚上 其實都是比較 就是一個一起的一個場合 他第一個晚上 因為他就是出版社交發展 我們應該就是麥田那時候 就在這個古亭附近 在古亭附近的 某一個巷子的一個老公寓的一個三樓 它是一個 像是一個私房餐廳 私房菜 就包起來 然後就請了一些作家 記得很不一樣 還有 就蠻多 不是蠻多 大概就是一場桌可能十個人 大概有四五個台灣的作家 後面還有喝一些其他人 就跟著他一起吃飯 然後那個有一點正式 因為那個地方好像是 有一點要讓胖哥 感覺到台灣的文化 所以吃飯前先喝一些茶 他滿正式的 就大家都很莊重 其實喝酒比較放鬆 就大家都很認真在這邊喝茶 喝完茶就有 南館來唱南館 然後聽一聽 然後就吃飯 然後吃飯 我吃飯是西式的長桌 就這樣 很像一長條 那連工作人員可能應該有十二的吧 然後我 我就 我坐得比較遠 他坐得比較遠 所以我都 然後就同一件事 我要不斷地這樣去看他 他很高 還蠻壯的 大概有一九 那樣高 然後幾個頭很大 他即使坐著 因為其他人高半個頭 他旁邊坐著 那是兩隻小孩 一整塊 然後我這樣看 然後 也要很活潑 然後他還蠻莊重 蠻嚴肅的 他對照起來還蠻有趣 那我那時候這樣看 就一直覺得 基本上那個晚上幾乎說不到話 因為他就是太多人 然後長得太嚴肅 太正式 很清楚 都沒說上話 然後那個晚上我這樣看 他就有一種 一個感覺 就覺得 他是 因為他還蠻 那時候還蠻嚴肅的 就很認真的 很美 跟問他的人講話 然後認真的回答 認真的吃 認真的聽 這樣 就還蠻嚴肅的 整個的 我的第一天對他一下 就跟那個氛圍以及那個長桌 就讓我有一種最後的晚餐的那種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有一個這樣一下 然後他當然就是坐在正中央的那個人 其他人坐在兩邊 然後各有各的角色 不知道 那是我第一個印象 印象還蠻深刻的 然後隔天事實上就是到了 隔天就是到了那個 到成品 然後到成品的地下室 有一個對壇 那對壇還蠻 基本上他然後是有 還有楊兆 還有我 好像還有楊澤吧 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大概有三個人同事跟他對談 然後就跟他 然後基本上就是用問答 每個人講對他的觀感 然後他就聽 聽完之後他就回應 那時候 我那時候其實 那一天 我那時候在講他的時候 我沒有特別做太陽準備 不過他的作品一直給我一種感覺 就是有一種雙重性 他好像是兩個人 像他自己在講 他以及另外一個他 他一個角色 這種不斷的 在兩者 他就是一個兩者 所以我那時候想到 其實是想到 雷爾克 雷爾克在講 這種 天使的雙重性的 這個東西 所以把他稍微跟雷爾克做一個對 然後 我記得我提到 因為那時候我也這麼 我四個人做 我做最這邊 他做最那邊 我記得我講 雷爾克的時候 然後他就頭伸出來 瞪著我看了一下 我早在想什麼 不過那個印象也蠻深刻的 那大概感覺上 他是一個很認真對待事物的人 就不管你跟他談什麼 你跟他說什麼 問他什麼 他都是很認真的去思考跟回答 到那天結束 就忽然就是 主辦單位就跟我說 明天晚上他還有一天 一天的空 所以他還有一個晚上的空 然後他們說 他們現在沒有拍什麼 他說 問我有沒有空 叫我這個晚上 就那個晚上的拍 就我負責帶他去晃 那我說好 那 那 就是我跟他說 叫我個天 差不多六點到成平 的門口 我來接他 把他接走 我就說 我說好 後來他們就傳了一個訊息說 問了他想去哪裡 或是他想去士林夜市 那 那我就開個車 來 我就開他成平門口 然後看 就是昆蘭成平 我就開他路邊 然後就在 他就站在那個 階梯上面那邊等 他非常高興 遠遠就看到 他就在那邊 然後 因為 他就有點慌張的 因為在找我 後來我把他接上車 然後 他不太 他很寒悸 他其實話很少 然後去接上完 然後 凶凶的 他其實不健康 就是沒什麼耐性 這樣 然後坐上車看起來已經有點 不太開心了 有可能我知道了 然後他就坐上車 然後就開 然後 因為我之前 接到訊息說 要載他去士林夜市 所以我就往士林夜市開 就已經看到夜市了 看到夜市的時候 他在那邊看到 因為他沿路他也沒講話 就這樣 看看 話很少 不太早 然後 開到士林夜市 我還沒有停車 我也跟他說到 他就看到夜市 他就忽然生氣了 他說 我不要去這種地方 我就嚇一跳 我說 為什麼 他說 這種地方 賣的都是那種廉價的 什麼 中國做的東西 是仿冒品 他說 我們伊斯坦堡 很多這種東西 我不要來這種地方 然後我就愣住了 因為我完全搞不去了 他要去哪裡 然後我趕快就問他說 可是不是你跟他們說 你要來這個夜市嗎 他就說 不是這種的 我不要這種東西 我就說 哈哈 那我不去 然後我不知道要去哪裡 我就說 那你想去哪裡 他說 我要去買 那種 舊的玩具 老的玩具 老的玩具 是不是死古洞 他說不是 大概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 那種 玩具 只要是舊的 不是古董 然後我想 哇 這些東西想一想 後來我就想 就到那個 那個 什麼公園 永康街 我記得永康街 有一些老的店 他們賣一些舊的東西 我說 好 我們就在永康街 他說 他的情緒就很好 結果 他是還蠻 客人才容易生氣的一個人 只有 客人 格子又大 塊頭又大 然後我就趕快開到永康街 停好車 下來 然後我以為 今天整個下車 然後 他那時候去 很想 下車 我先停好車 然後下車 我說我們等一下去看看 然後他結果問我說 你這貼車子很送店 我說 有阿 應該有 他那邊 Bu writes 可以啊 然後他說 你可以不能帶我去書店 他說 可以啊 你 我問這個曼中緯書 他說 我要去看我的書在哪裡 我問你是不是在哪裡 他說 好好啊 我就先蓋他的書店 然後我很怕 那家一定叫什麼 金字塔 我本來金字塔沒有賣他的書 我不太確定金字塔會賣 金字塔有些書不賣 所以我想玩 到裡面沒有他書 他今天不知道態度會 皮氣會快到什麼樣 那時候脾氣很可怕 開始有點緊張的,我們就要禁止他 所以他說我不熟,我也不知道書本來可以 就趕快去找他,終於找到他的書 拿給他看,就這樣看一看 然後,似乎有點滿意 他就問我說,你老實告訴我,他翻譯了好不好 我說,哇,這個問題好難 我們說,很好,台灣翻譯者是非常優秀的 這個沒有問題,他的心情就比較好 我們說,好,那我們就 我就帶他到旁邊間去吃個東西 反正不知道很多東西,吃完以後就帶他去 就帶他去那個,那邊去找 去那間老店,我也不知道他真的要什麼 不過他一進到那些,那些老店 不是古董,是賣舊東西的 二手的老東西的 他進去就非常開心 他就是喜歡那個料理界 應該就是他成長,小時候 然後,經歷過的那種玩具 像鐵皮的啊,那種鐵皮鴨的啊 塑膠的啊,這種玩具 就是玩具,而且他基本上都在找狗 他就找各式各樣的狗 他就找到一些,然後他就非常開心 就整個心情就非常,突然就大好 然後就這樣掛一掛 然後後來我們就從那邊走出來 再走一下,走出來的時候 我聽一下女生,那邊巷子裡有一個 有一個雜貨店,就在轉角 那個雜貨店還是那個老的雜貨店 然後他那個,那個牧師旁邊有那個 像中藥那個櫃子 就是很多小櫃子的一個 然後他就站在那邊對一次看 然後我就說,你在看什麼 他就說,他說 他對於那個大櫃子就是像中藥 那很多很多櫃子 那個就是,他就一直盯著 他說,他說這個 我就是,我正在 我正在寫一個小說,就是像這個東西 我說,那是什麼東西 他說,就是一個櫃子 一個櫃子有非常多稱帝 每個這裡打開都是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你都不知道下一個是什麼 我覺得他應該在講,存在某關 但是他那時候就還蠻幸運的 他就講 這個印象蠻深刻 但是他話很少 然後他情緒看起來 脾氣看起來不是很好 不是很想跟人家來往 就是有一點不太容易親近 所以 我在回來,然後我已經買完了 就到有康公園 然後我想,那再來我們要幹嘛 然後也沒什麼事 我就不太確定在幹嘛 但是沒有很晚 要把他送回飯店好像太早 所以我就想 我就說 我看有看過幫人賣水果 所以你要不要吃水果 他就說 我們飯店都有水果 每天都有給我水果 我就不敢講 所以我說 去看看 然後他說去看看 好,我就走到旁邊去看 那些水果牆蠻漂亮 他就看一看,就有一點高興 然後賣水果的人 就看到外國人 就說 這外國人用中文獎 這外國人來旅行 跑來跑去要多吃水果 我就翻譯給他聽 他就覺得 哇,好溫暖,怎麼這麼乖 有水果 他就決定說 好吧,我們買一點水果 就買了兩盒 然後我說 買一盒我們一起吃 他說一盒他要帶回飯店吃 我們就買了兩個水果 然後這心情就比較好 你們就坐在那邊 坐在那邊 那個板凳上 兩個人坐著 然後開一盒 兩個人一盒吃一盒水果 然後吃 下次吃完了 他就說 那好吃 我這盒捐出來了 吃完 然後就 之後就把他送回飯店 就大概這樣過程 還蠻有趣的 那個印象 印象有點深刻 然後感覺上 他不太說話 然後他對 他會觀察 他一直看事情 可是他有有嚴肅性 他對於不太說 幾乎不吐露自己的任何事情 還是話很少 那這個是大概是 跟他的比較直接接觸的因緣 這個 這個可能當作一個背景 也是有趣的 就是只要提到胖哥 我就會詳細那個 那後來 隔了一年 他是得了那個 公平文學獎 當然就見不到他了 所以在他得獎前 跟他有這樣子一個互動的因緣 我覺得還蠻好 那我自己 假如回頭來談 談胖哥 胖哥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作家 他的有趣 不是因為念建築 而是有幾個背景 對我來講 他吸引我 或讓我感到有趣的 第一個是 他是一個 第三世界的當代小說家 那這個是 我一直覺得 這是一個很有 我個人會很關注 就是第三世界的小說家 如何 究竟要如何去寫小說 因為 怎麼說呢 就是說 現在小說的真正的審判者 或是給予冠冕的人 是第一世界的人 第三世界的作家 作為一個 他在身份上 或是在如何擺自己的位置 或是你要如何說話 你對誰說話 這些事情都是很奇怪的 就是 就是因為你其實 有某程度 你已經是一個 非中心主體 你是一個課題 你必須要不斷的 對於那個中心對話 那就是 例如看馬菲茲 像莫言 像高崇介 或者是像 像那個胖克 對我來講 我都會好奇 他們是以什麼樣的姿態 什麼樣的一個語氣 在說他的小說 那個東西是 第一個是會讓我好奇的 他們這個 年齡層大概都在壯語 他的五十歲 像他五十歲 五十多歲 的這個階段 他的 他如何 這部分會讓我好奇 另外一個是 帕姆克他自己 他的這個土耳其 這一次談保的背景 使他有一種融化的 交點系 當然伊斯坦巴本身 就是在一個歐陽的交際 然後他自己更是強烈的 因為他的家事 跟他的教育背景 是他有非常濃厚的 歐洲的這個 西路是正統的一個訓練出來的 可是他雖然他 他可能他 對於歐洲的文學的傳統 正點 所有事情都遼落執掌 但是畢竟他就是長的 不是歐洲人 這個事情 使他產生一種錯亂 跟一個雙重性 他到底是誰 這個事情 他也不當然在做平靜 他一直在問自己 到底我是誰 這個事情 那這個我覺得 也同樣是 非常多 就是非第一世界國家的 第三世界的作家 也常常是要造訪 尤其是像這種移動到 比較是已經接近在一個 第一世界跟第三世界 在中間非常靈活的 可是在中間 不斷地穿梭的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位置的人 他常常會產生出 位置的一種不明確 或者是混亂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 也是讓我對他 會感到興趣的部分 第三個是他的寫作集 他寫作的企圖心是很大的 就可以看出來 他這寫作 不管他在文體 在語言 在技巧 在各種方面 他不斷地嘗試各種東西 這個部分 然後可以看到 他跟那個 整個歐洲的那個 現在委學的 這個脈絡承傳的一個關係 包括他跟Post 甚至於跟其他作家 等一種 你可以看到他跟他們 直接連接 跟一個對話的一個 一個顯接性 這個部分 我會對他感到興趣的 尤其是他跟Post 的那個觀念 其實Post 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一個作家 所以他跟Post 之間在某些類同 跟相異的地方 會引起 我比較大的注意 就是可能他的書 我其實基本上大部分看過 我可能就挑中間的幾本 稍微談一下 用他的書來談一下 我對於Post 以及他在小說 或是他在各個角度 他到底是怎樣一個作家的觀點 當然他可能到現在 就是他得獎之前 其實重要的作品 就是伊斯坦堡的 寫出來 伊斯坦堡想對他扮演 他得諾貝爾獎這件事情 其實是應該有一定程度的 關鍵的影響 這個伊斯坦堡 伊斯坦堡也是他一路寫 幾乎像是非常故事性的 非常故事性穿梭的 像說書人那樣的 故事性很濃厚的那種 小說寫法中 伊斯坦堡逐漸是很特殊的 因為伊斯坦堡 不是一個純粹的小說 他開始穿插不同的文類進去 就裡頭可以看到他自己的 好像自傳一樣的自我敘述 然後有一些對於伊斯坦堡的城市 對於歷史 對於一些很多 就是在想像、記憶以及事實當中 他把它編織在一起 我個人還是覺得這個是一個小說 只是這樣的小說 已經不是我們傳統定義的小說 他開始把很多現實、很多事實 很多像硬的、非虛構的東西編織進去 這個是一個有趣的東西 一個寫法 第一個 我在看伊斯坦堡的時候 其實第一個 第一個跳出我腦海中聯想的 其實是那個沙特的他的傳記 就是The Walls 中文是不曉得什麼 就是沙特的自傳 那個自傳是他的前半段自傳 就是在原生一半的時候寫的那個 叫話語還是什麼的 這個是很有趣的 就是其實是帕布克他在寫的譚寶的時候 他看起來同時拉吉他線 一個是他開始倒數他的人生 二人生他倒數的方式 就是有一點像布魯斯克 就是開始敘述回憶 開始回憶從自己的童年 如何的長大 有點滴滴的過程 但是他不像布魯斯克這樣子 就是回憶一直走 他在裡頭開始交織一些歷史 他整個奧特曼帝國的瓦解 我算是對他來講 他是一個很心痛的一個歷史的記憶 以及到了近代 土耳其作為一個 在歐亞之間被夾在中間 很尷尬位置的一個地點 一個角色 然後跟他自己的生命 這樣不斷的穿插 這個寫法 但是這個 這種寫法其實是 他有他非常特殊 我覺得在文體上 他自己已經確認了一種 一種企圖心 他希望把這個文體交織 這個文體交織是他的一個企圖 那在裡面寫的時候 但是這個 就是基本上 像傳記 其實這種回憶錄 或者傳記 在東方 我們會把它當作一種不重要的事情 因為他好像是每個人到老的 就會寫一個回憶錄 可是 其實這回憶錄 從 在西方 我覺得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因為他的重要性是 是跟 我覺得跟天主教 吉武教是有關係 他本身其實回憶 他到最後 就回憶錄其實是 基本上是一個忏悔 忏悔錄 就是像羅說的忏悔錄 他基本上 到人生的終點的時候 透過回憶 開始做一個像 confession 就是一個告解 你開始回顧自己人生 把自己人生的 所有的點點滴滴 然後承認你的 你犯了什麼錯 所以他本身是有一種 它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特殊的文學的 一個文類 不過這種文類 沒有在東方很強烈的浮現 我覺得是因為在宗教上 文化上西方有這個 有這個忏悔 就是confession的這個傳統 使這個文類被支撐起來 那它這個 但是這種忏悔錄 或者是這種 所謂的傳記 傳記常常帶著忏悔錄的氣息 它本身就有這個氣息 可是通常會是在 我們到了人生最後最後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你已經 某種程度變客觀了 也比較操然了 可以比較坦然的 面對自己的人生的過程 但是他這個 他寫這個 伊斯坦寶跟沙特寫他的這個自傳 其實都還不是在他們的終點 就在人生的一半 所以這種寫法就是 會不太一樣 而且就是會展現出 通常我自己是把它認為 他會因為 他大概是在他們生命的 那個波峰 他其實正好在頂端 所以他後頭 他知道後頭還有一段 人生他也不知道是怎樣 可是大概他自己 就是已經 被到了一個位置點 也被承認 也被大家認定他的重要性 他在那時候回顧 可是他那時候同時 因為他知道他的未來 他也會對未來做單顧 因此這種寫法的東西 會有一種回頭看 以及往前看的一種 雙重的角度 也除了對自己的生命 會做懶罩之外 通常也會觀看 同時存在的其他的 生命現象的各種事情 所以說那種自我的一個 懺悔跟反省的比重會降低 他同時因為他的位子 而因為他的位子 以及他自己的某種特殊性 然後他會發表他對於周遭的 各種事情的一個觀點 所以在這種寫法裡頭 是不太一樣的 雖然也還是回顧 但是他會完全呈現 看不在 比較見不到 一種懺悔的那種姿態 反而比較多見到的是 他對於自己的敘述 以及借此來觀看 整個世界跟周遭的一個狀態 一種寫法 假如說跟那個傳統的這個 懺悔錄拿來一起比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是 乘數會多於懺悔 他的某個程度 他在真正盤入自己的 隱密或內在性的部分 還是會少一點 他還是會去鋪陳一些 他自己覺得要說的事情 那這個是 我在看醫師談保的時候 我感覺到 他作為一個文體 他有小說的成分 但是他其實也銜接了 西方的這個 對於傳記 以及燦火錄之間 連接的一個關係 那 伊斯坦堡另外一個 特別的地方 當然是他把一個 城市史 就是伊斯坦堡 這個城市的歷史 連織進來 這個是比較少見的 就是一個城市的 個歷史故事 他用這個故事 來跟他自己的生命 不斷的交織 好像就把人跟城市的關係 非常密切的連接起來 這個也是一個少見的一個方式 但是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在20世紀 或從19世紀 基本上公約革命之後 城市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城市幾乎就是我們 我們跟我們生命的關係 是非常非常 他跟以前的農村跟人的關係 是不一樣的 以前農村跟人的關係 是幾乎是一個像 母親跟小孩是一體的 這種一體是一種 像生命體的 城市跟在裡頭居住的人 他並不像是一個母親跟小孩 他的關係是 是一種奇怪的 有一點介於熟心者 跟陌生人之間的關係 就是城市 雖然他像 你就在懷抱裡每天穿入穿出 可是他 你不會覺得他是母親 他像是一個 可能會傷害你 可能會保護你 那有這種奇怪的一種 一種複雜的關係 但是這種人跟城市的關聯 就個人的生命史跟城市史之間 究竟是什麼關係 我覺得帕木克用這本書 在伊斯坦堡裡頭 碰觸了這個議題 那這個議題是很重要的 就是一個 現代人的生命 跟他居住的 現代城市之間的關聯 這個事情 事實上是一個 應該被 激取更嚴肅的 探討的一個議題 他自己在伊斯坦堡裡頭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 所謂不快樂 就是討厭自己 討厭自己的城市 這個是非常誠實的一句話 他在講不快樂 他在講不快樂 說所有人 也是指他自己 他為什麼不快樂 他為什麼不快樂 是不喜歡自己 不喜歡自己的城市 這個就非常有趣 他為什麼 帕木克 為什麼會不喜歡自己 為什麼會不喜歡自己的城市 至少有這可能性 這個也是 我覺得 這個是非常關鍵的一個點 也是帕木克 他的很多作品裡頭 像一個擺盪的 一個不斷的在兩個 好像在兩個位置間擺盪的 那個雙重性的一個個性 就是他 他在伊斯坦堡裡 不斷的在訊息 他自己究竟是誰 然後我們看一下 他其實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家世 他的 他主副好像是 是那個土耳其的鐵務 鐵務公司的老闆 鐵務 基本上他鋪的 非常有錢 然後爸爸是一個浪漫的 其實喜歡寫詩 爸爸並沒有 並沒有做什麼大事業 可是他們家就是 讀書家事很好 所以他父親沒有做什麼 還是很不錯 到他錢比較少 但是基本上 他們家就是非常好的 然後過得非常是歐洲式的 他可能從小還是講法文 然後不但是在歐洲旅行 然後就是對 就是受的教育 就是完全是正中的 歐洲的系統 他過得非常稀釋的生活 可是他在被教養成 一個像歐洲人的 土耳其人的 這樣的過程中 可是當他出去 面對這個世界的時候 他發覺他其實不是 歐洲人 他們還是認為他是個土耳其人 這個是一個有趣的 這個事實上也是他 我覺得是他自己 一直在破解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到底是誰 這個事情就是關於 他被教養成 或是在他的家的環境頭 幫他教育 或者是讓他自覺 是一個歐洲人 可是當他真正出去 面對這個世界的時候 他發覺他原來不是一個歐洲人 再懂 然後這個東西也是同樣的文化导 或者是愛自己 或者是討厭自己 這種過程 這種兩邊搖擺 或是產生出雙重性的個性 我覺得是帕布克的作品 非常特殊的一個特質 他的寫作技巧 其實有些在我很喜歡的時候 就是他會用一種非常憂慌 像一個男孩那樣去觀看這個世界 無辜天真 但是充滿了那個哀愁的一種角度 在觀看這個整個平分的人間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的語言 他的語調 以及他的文學品質 是非常像布魯斯特的 非常這樣接近 可是布魯斯特跟他的差別 就是布魯斯特一直維持著 這樣子一個像是在場 安靜、哀傷、敏感的一個男孩 在所有的場合他都在 然後他就一直描述他看見的一切 他維持著一個小男孩的視線 跟他的觀點 這個事情是從頭到尾 那個布魯斯特是從頭拉到尾 那帕布克他的這個小男孩 可能作為一個小男孩的第一人真 在那邊觀看這個世界 然後敘述用一種哀喪 哀喪無助 然後非常純真的一個角度 在觀看這個世界 可是又非常成熟 他看得很清楚所有發生的事情 那個角度他會時時運用 他在運用的時候就很像布魯斯特 可是他會忍不住 跳出來就變成一個 有點憤怒 然後有點批判性的一個 成熟的成年男人 開始對於這個世界 發出各種批評跟各種角度的一個觀念 他會在這中間跳躍 那這種跳躍 就某個程度 我是覺得有點可惜的 我其實是比較喜歡他維持著 就那樣的單一的純真的視角 不要介入 但是他會忍不住 跳進去介入到對於他的故事 對於事情 所以他的有些 他的小說裡頭常常敘述會很複雜 他會虛意複雜化 因為他有時候必須轉換第一人真 第三人真 因為這個 有些事情當他議論的時候 當他需要事實進來的時候 他就無法再用那個 第一人真的小男孩的角度來講 使他無法說出這些事情 他忍不住就要跳出來 換一個角色 所以他的敘述的 小說的敘述的豐富性跟多重性 是相當複雜的 你可以說他的技巧是很繁複的 那他這個觀看 他觀看的這個角度裡頭 其實漸漸的 我們會看到其實他也還是在碰觸一個 就是西方 尤其是歐洲文明 跟其他他者 作為一個非歐洲文明的一個人 跟這個文明之間的對話性 他自己在 在伊斯坦堡裡他寫著 他說 就像一隻眼睛 始終盯著西方的每一個 伊斯坦堡作家 我有時因不知所措而感到痛苦 這是很真實的 這種痛苦 我覺得是比作為一個 華人作家更痛苦 他的那個中心性 對他來講是更真假難辨 就是比那個中心性更難辨認 這種中心性 我覺得第三世界的國家作家 應該可以隱約感覺到 或長或肉 或者像說像台灣相對於大陸的這種關係 或者我們再拉遠 像馬華作家相對於台灣的這個相對關係 他都有一個中心跟到底 譬如說馬華算不算是華人少要 這種主客體的關係 那個是一個有趣 那帕布克他講出這樣的話 我覺得他是很真實的在講 那真的是他感到痛苦的一個事情 也因此我們就在想帕布克 當他在書寫的時候 他究竟他的想像的讀者是誰 他是為誰而寫 他在設想的那個閱讀者 究竟是一個巴黎的 一個上層的有知識分子 的知識分子 或者是在一起探訪的一個人 這個東西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我個人 他最早的時候設定的是 是一個他熟悉的一個就是貫通 像法國這樣子下來的一個彼者 但是他漸漸意識到自己跟那個位置差異性 他開始調整自己寫作的位置 以及他寫作對話的對象 他跟我看他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會聯想到一些人 譬如說想到 最強烈想到的還是普魯斯特 因為普魯斯特他掌握了一種 法國文學的那種比較是客觀的 然後比較是一種哀傷的 一種比較是情緒的那種位置 那個其實是不太容易捕捉的一種 基本上是一種氛圍 掌握出法國小說 再塑造一種氛圍的能力 那種氛圍的能力 我覺得在世界上各地的 我覺得其實最成功的就是日本 日本小說跟法國小說 最擅長於捕捉這種 或是醞釀這種小說中氛圍的能力 帕布克是有 他具備有這種類似法國小說 在醞釀一個氛圍的能力的這種特質 而這個東西其實是 他用理性的 他是讓掉理性 讓一種非理性的客觀性 來襯托出一個中心性 可是帕布克他又有一種急切型 他常常會跳進去 急切的跳到中心去發表意見 但是我覺得他最好的品質 我個人最喜歡的他的小說品質 就是當他具有這種類似在普通斯特 具有在對於時間的流動 對於時間的凝止的這種控制能力 就時間在他的筆下可以好像放慢放緩 踩出一種節奏性 那種運用這個事情的 基本上是拉緩、拉鬆 拉出一種節奏的那種能力 是他非常好的狀態 在伊斯坦堡的前半段的書寫 從可以看到比較大量的這個部分的出現 也就是他在語頭宣稱的叫呼籌 就是說一種他無法翻譯的一句話 是在土耳其語言裡頭 一種描述一種淡淡的哀籌的那個狀態 另外一個是他的特質 也跟普魯斯特比較接近的 就是他對於那個細節 對於描述細節的能力 他描述細節 他可以非常不斷地描述各種細節 他描述細節的這個能力就是 事實上普魯斯特為什麼要描述那麼多細節 這是很有趣的 普魯斯特看起來你看他的小說 我幾乎就在談一些不關緊要的肢節的事 就在事實上 我最近事實上正在讀那個大陸小說 那個繁花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讀 就是去年 是去年的一本小說 台灣有著就叫繁花 那是一個相當驚人的一個小說 那個繁花的寫作技巧 基本上就是極度普魯斯特的 他是在了解上海 大概在文革兒子期 以及現在兩個時間不斷地跳 也是在處理時間 然後這個時間在跳躍著 互相穿作 完全沒有交代 就忽然在這個時間 忽然在那些時間 他大量的描述生活中的細節 生活中的特化 生活中完全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用這種方法 你起先你會讀不出他到底要說什麼 他好像什麼都沒有說 慢慢慢慢就轟鍋出了一個時代 你就感覺到一個時代 那個是一種 其實簡單的說 那個是一個非寫詞主義的寫法 那我們整個20世紀的小說 都到現在為止 寫詞主義還是主流 大部分人都是用寫詞主義 就是有一個主軸去描述這個主軸 用別的東西來轟鍋他 這種類似的或是像 胖克他有時候會利用的一集 我現在正在讀這大陸的作 大陸這個作家 反而我都是蠻驚訝的 因為這種技巧 就是完全是繞著編 不寫中心的這種寫法 是很難寫成功的 但我看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他成功了 你可以碰出中心 然後把它整個互播出來 這個是相當不容易 那帕布克我其實覺得 他隱約他具有這種能力 只是他並不完全在這裡頭 他還是會不但跳到一種 比較主觀的第一人稱的 介護的這種模式 另外一個是我會 另外一個可能拿來比較做 另外我稍微提一下他另外一個小說 這本小說我個人也算喜歡 叫《新人生》 《新人生》是他一個比較特別的小說 因為他的小說其實 我們會看到 不管是伊斯坦堡 或者是像是 《我的名字是紅》 類似這樣的小說 或者甚至於這個 《純真博物館》 其實你會看到他會把 不管有意無意的 他會把一個第三世界的 一種某種圖騰 某種第三世界的東西 編織進去 我們會看到 就不管馬蕙茲 不管莫言 都會編織這個東西 就是會把自己第三世界的身份 文化跟一種 某種特殊的氣味 編織到文學裡頭 也會藉這個東西 來強化自己的一個特殊性 跟第一世界 這個是我還在思考 把這個東西的必要性遺跡 它到底意義性是什麼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非常多第三世界 想要成功的介入到 這個第一世界的主流文化的時候 他們都不可免得 一個第三世界的某種 符號性的東西 帶進去 那在《泰伯克》小說裡頭 《新人生》這本 是完全沒有的 就是完全 非常像是一個 現代小說 就是寫進去 就是寫小說 不夾帶任何的文化 跟任何的符號性 或者歷史性 就是乾乾淨淨的一個小說 所以這本我覺得是 有一種特殊性的 然後它在裡頭 它這個《新人生》也是 一開始也是 也是會寫到一個小男孩 從小男孩世界 來觀察這個世界的一個方式 然後這裡有一小段 我覺得是非常優美的 我把它這個稍微念一下 就在《新人生》裡頭 它這樣寫的 它說 時間一分一秒 隨著翻動的書頁流逝 遠方有火車經過 我聽見母親出門又回來 我聽聽這個城市 日復一日的喧嘩 聆聽街上賣優格小販 叮噹的叮噹聲 還有汽車引擎聲 傾聽所有熟悉的聲音 彷彿認真聽著 充滿異國風情的音調 一開始 我以為外夜下著潛騰大雨 但原來是女孩們在挑繩 我以為將開始放晴 雨水又啪啦啪啦打在我的窗上 我翻下一頁再一頁 一頁一頁一頁如下去 我看見光線從另一個人生的入口滲入 我看見自己所知與不知 我看見自己的人生 看見自己將來會走的人生道路 它有一種很舒緩緩慢的音調 那種舒緩跟緩慢很類似故事特 然後它把整個時間 我們習慣的節奏轉到了它自己的節奏去 這個都是用一種失憶的緩慢的方式 來重新把這個時間拉長來 那這本小說是關於一個漫遊跟回家 就是一個人決定去尋找一個新人生 這個小男孩成長了 決定要去追尋他的一個新人生 那這種漫遊 最終回家的這個過程 這種漫遊跟回家 也是在西方的文學歷史中非常重要的主題 我們從很早的合法的史詩奧德賽 看到這種你的出去漫遊 最終你又回家的過程 或是在聖經裡頭 像聖經的浪子浪子回家 這種主題出去冒險漫遊 探尋不可知的一個世界 以及最終又回家來的 這樣的一個反覆的過程 事實上是 像尤里希斯也是 不如Joyce的 尤里希斯也是某個程度 也是一日一夜的漫遊 漫遊最終又回到自己的原點 這種 這也是一個 幾乎是一個 不斷反覆在西方文學裡頭出現的 那這個新人生 我覺得他也是類似像是這樣的一個 在一個處理的一個主題 那假如另外簡單的 因為在這種第三世界的國家上 得到諾貝爾獎的小多家說真的不多 我們印象最鮮明的還是馬奎茲 馬奎茲的百年孤級 然後假如說馬奎茲的百年孤級 我們拿來跟帕姆克的伊斯坦堡 或存在博物館拿來對比 他們到底有什麼差異性 他們到底有什麼內同跟差異性 就很簡單的 我覺得是他們在處理小說 跟現實的關係上是不一樣的 我們說馬奎茲基本上說它是模範寫實 這個模範寫實基本上是在講 它跟現實的關係是一種模範的 這個模範就是說它已經是脫離了 它是可以 它是超現實的 就是馬奎茲是允許 他的小說裡面的情節 跟人物具有超現實的能力 我覺得它可以讓 比如說讓一棵樹有出血來 有出比它合適一條血 這個是現實中看不到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差別點 就是小說家到底要允許 你的小說裡頭的角色 跟你的裡頭的情節 可不可以跨過現實的 進入超現實的 這條線是要拿捏的 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我們看唐吉科德 唐吉科德幾乎是一個 每個人覺得像是一個神奇的 像是一個超現實的故事 但是你仔細去閱讀 唐吉科德從頭到尾 沒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在 每一件事情都是現實中發生的 但是透過現實 透過小說寫的所有的人物情節 通通是現實 但是這些現實讓你產生出了 超現實的想像 馬奎茲是直接寫超現實 來讓你產生出現實 以及超現實的想像 這個是不一樣的 那假如說我們拿回來 像我的名字叫侯 在帕木克來講 帕木克基本上是嚴守著現實 他基本上他的小說 他也不允許他小說的原物或是情節 具有超現實能力 他們不具有 可是他希望他的小說具有超現實的感覺 或想像 提供這個想像 那這個是很大的照片 基本上我會以這樣子來區分作者 就是這個作者 他在寫超現實的故事的時候 他敘述的是用現實的寫實的手法 還是超現實的手法 這是兩個不一樣 那簡單的來區分的 我覺得馬奎茲是用超現實寫超現實 那帕木克是用現實寫超現實 意圖要寫進一個超現實的想像性 這之間是他們比較大的差別 那這部分當然抬下去會相當多 那我自己對於帕木克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一個 但是他還是相對是一個年輕 他到現在也不過五十多歲 他得獎的時候才五十出頭 是相當年輕的 作品也不算那麼多 是得獎是相當早 也相當很快就得到肯定 那我自己是在他看起來的時候 對他有期待 對他也有一些些擔憂 包括擔憂的部分是他對於形式的 某種程度的過度的迷戀 對於然後對於技巧的 以及文字的過度的 某個程度的過度的張揚 炫耀這個部分 然後在他提出的這個華麗性 以及他的形式的這個複雜性 是不是能跟他真正的核心的思想 能夠匹配 就是他的思想能不能頂得住 這麼說這麼豐富的 這麼華麗跟這個豐富的形式 跟那個文字的華麗 這部分是不是能夠批底啊 這個是我可能會比較好奇 或是會繼續在希望的 再觀察下去的部分 那時間也快到了 我們最後留點時間 也許跟現場朋友 看看有沒有什麼 我們可以來交流一下 謝謝 謝謝 市長 有沒有朋友 有問題想要問 軟勤老師 有關於放牧課的 或是說 軟勤老師自己的壽品 那個我沒準備 還是說放牧課 好 市長要不要再講 這樣講下去 問題 你要不要問一下 因為他東西寫蠻多的 我確認再講一下 我覺得帕布克對我來講 他第一個讓我想到普魯斯特 但是我很快就會想到 Jurt Joyce 就是他們其實就是 喬埃斯跟Cruz的某個程度 我們都 他們都是在非常開始 就是非常先鋒 就是運用一四流的先鋒 他們開始就是 所謂一四流就是 我們之前傳統的 不管寫是主義 既然主義 他們我們在寫的事情 都是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聽到 我們所有感知 我們所有認知的一切 那一四流是開始進入到 角色的會戰 我們可以去講他的思考 或他的腦子 所以這會有一個想像的世界 想像的世界跟真實世界的交織 同時會像普魯斯特 又把唯一意放進去 所以他們小說裡頭 會有很多層次 會有記憶 會有想像 會有現實 這個之間會交織出來 這會使現在小說 就是從普魯斯特或是 James Joyce 寫下來之後 小說整個的豐富度 跟他的複雜性 就整個拉大 像你再回頭看 那個自然主義 那時候佐拉 他們寫的那個小說 就顯得很單純 他就沒辦法產生那些豐富性 那 康克也 我覺得他承傳的 這個基本上 像 Joyce 像普魯斯特 這樣的技巧的能力 那 可是 他兩邊都有 那 普魯斯特跟 Joyce 大概在二世紀初期 其實二世紀到後頭 某段時間 很長的時間 很多人還是把 就是普魯斯特 Joyce 他的最意識的年華 跟那個 這個 當作兩個 最重要二世紀的小說來併 可是這兩個 都用意識流 可以不斷地 讓意識 現實跟記憶 不斷地 穿插 看起來是很像 但是 因為是 James Joyce 跟 James Joyce 跟普魯斯特 本質太不一樣了 James Joyce 還是 是一個 主體 中心性很強的人 所以他會 不斷地以中心性 來觀看 他會發表 他對事情的看法 普魯斯特 其實是一個非常繞在旁邊的 所以這種 主觀性 跟去主觀性的角色 使他們兩個人 展現很不一樣的一個特質 那我覺得 我覺得帕布克 他其實同時具有兩者 他會在 他也擅長運用記憶 擅長運用現實 擅長運用想像 或是第一次事件 就是資料 讓這幾個層次互相穿插 在中間移動 他寫作的時候 有時候 他會移到 普魯斯特的 那種非常客觀的 完全不碰觸主體的方法寫 有時候 他會像 James Joyce 時間段中心 就一直抬下去 那 這兩邊的擺盪 也是 也是相當有趣的 他的這個特質 其實我自己是 當他像 普魯斯特的時候 我是比較喜歡 當他像 James Joyce的時候 我沒有那麼喜歡 那是我個人的 但是你可以讀出來 他基本上是一個 不管在文字技巧 在各種 各種 重要的小說的寫法 技巧 風格 文字 他其實都 都很有才華 他都很有能力 而且他不斷地在嘗試各種事情 某個程度 我們甚至於可以說 他幾乎是在幾個 重要的一個 文學風格之間 在移動 那這種移動 使他 我們完全可以看出 他的才氣 但是也有可能 反而就使他自己 變模糊了 就到底 帕陸克的風格 是什麼 他風格 所以我們比較會聯想到的是一種 類似像 我名字是紅 那種的拼貼 那種 那種類似 類似一種 文化性的一種印象會出來 而不是他的 他的文學風格的東西 那這個是比較有趣 結果知道 我覺得他還是一個 年輕的作家 他還可以被期待 我們還應該要繼續觀看他 未來還會寫出什麼東西 然後另外是 帕陸克其實不是一個 雖然老師跟他的第一印象是 就是直接接觸第一些印象是 他自己是一個比較熟的人 可是他是在作品當中 我覺得比較不吝惜 揭露自己 這一部分 所以他這一部分 是留給他的小說 然後我覺得如果要認識這個作家多一點 那他去年的時候 他有因為 就是在前陣子 他有做一系列在哈佛的人文演講 那在人文演講當中 那幾個講題 其實當然就是不可避免的 去碰觸到他自己文學觀 他自己的文學是怎麼樣養成的 那那個或許可以成為一個解讀 或是說想要多了解 帕陸克中的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線索 那在樓下的那個小書店 今天都有可以看到這兩個的書 那我們今天 如果大家沒有問你的話 我們今天就請先收集到這邊 那先謝謝文老師一個掌聲